二手车怎么玩,劝你先看入坑指南 看了这么多期的入坑指南,大家应该已经发现了 我们只聊燃油车,而且是上了年纪的燃油车 但是今天呢,我们要聊一款电动车 聊一个整个品牌诞生到现在也没有几年的电动车 极客001 从名字就能看出来啊,001是极客品牌的第一台车 也不排除有些厂家胆子更大一些 直接忽略了123456 这他妈的,觉得是捣乱的是吗 不过从三年多前第一次看到001 大家就觉得这车似曾相识 没错,领克家族标志性的大灯和前脸设计 被极客给照搬过来了 这也从事实上宣告了自己是纯电动的领克 也可惜领克了啊 贝吉利巴把品牌策略给锁死在了燃油和混动的产品线里面 这几年的势头反而不如小兄弟极客那么的潇洒 其实我是真的佩服极客的胆破 新品牌的第一个产品不用四平八稳的轿车或SUV 反而用了个列装车的形态 成为了我们中年男人的第一台潘里美朗 而且还是这么个前脸 我跟很多001的早期车主聊过 大家会说内饰动力配置续航 但是就是不了外观 我觉得这事该这么理解 有的车啊 好看到让人无法忽略 有些车丑到让人忍不住吐槽 而001的前脸 符合年轻的领克用户们的审美 但是在极客001的车主面前 刚好丑到可以忽略的程度 今天改款的001依然沿用了这套设计员 但是极客的其他车型却在偷偷的变化 也许这个外观 你需要习惯习惯才能习惯 但是帕梅一样的猎装造型和轿跑身子还是很受欢迎的 从尺寸来看 001的后排空间不会比帕梅等其他的猎装车更优秀 但是不好意思 因为人家是纯电动的平台 没有碍事的传动轴和后差速器 001的后排表现要比燃油的猎装车更加的给力 不仅腿部空间宽裕 头部空间竟然也很优秀 静态乘坐体验达到了行政级作家的舒适程度 多说一句他的后排动态的乘坐体验 这方面他的确是和真正的行政级作家有差距 后悬的调教还是偏运动化的 不算颠得很离谱 但是绝对不舒服 倾向于保留振动的细节而被过滤掉它们 这车明显是一台取悦驾驶者的车型 无论是最入门的版本还是最夸张的FR 驾驶性显然是001最重要的卖点 这台车有非常顶级的底盘用料和硬件规格 入门的V版看上去可能和普通车差不多 但是铝制零件用的非常多 而到了高配的U版 像空气悬架可变阻尼减称器全都给你上了 而且调教的都非常给力 至于可变转向比多种驾驶模式 这些都是机操标配 在舒适模式下 001的表现让人觉得这是一款偏运动的轿车 但如果切换到运动模式 悬架立马硬了很多 整台车就是吸在地面上了 这个感觉爽得一塌糊 我们都知道电机的响应速度是非常快的 有很夸张的加速度 但是001对这种加速的表达是非常细腻可控的 你会觉得开这样一台车 它会告诉你不是所有电车的加速感都很廉价 虽然车子很大 但是001跑起来会让你觉得自己穿了一双很合脚的高档跑鞋 而且是把鞋带绑得非常紧 就当我们拍节目的这台23款四驱U版来说 在油门踩下去的一瞬间 电机会像内燃机降挡一样去愣一下 然后迅速输出动力 其后的响应就无比迅捷 快速闪电 类似的操控细节在001这台车上到处都是 经验丰富的老司机开001一定有一种老友重逢的感觉 而如果你接触过001的车主群体 你就会发现他们都很懂车 都热爱驾驶 这其实是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一点 如果你热爱汽车热爱驾驶 没必要死定的燃油性能车了 001会是一个很不错的备选 它肯定不是最有乐趣的驾驶机器 但是它比你想要的那些车更环保 更省钱 更有科技感 基本不可能有故障 豪华感也丝毫不差 最重要的是 001它新车便宜啊 当然 二手更便宜 先把行情的事情放一边 请大家点个免费的小星星 我们来聊点不开心的 通常来说 入坑指南这一趴呢 我们都会聊通病 但是001人家是电车 所以不会跑毛低落 我们就来聊聊这台车上 那些让人不爽的槽点 第一个就是能耗问题 很多人会说 极客001是电动纳指节 说它电号非常夸张 什么电号25度30度100公里都很常见 100度的电池跑300多公里而已 咱们这次为了准备入坑指南 我是实打实开车这台二手23款001四驱U版跑了五六百公里 高速市区都跑了 有大行天也有大雨天 表显最低电号其实就是15.5度百公里左右 最后的综合电号也就是16度百公里 满电续航略超600公里大关 咱们这台还是个双电机的车型 要是单电机的版本 估计电号还能更下一层楼 当然我开的时候绝大多数时间是经济模式 如果说你切换到运动模式 驾驶风格是人党杀人佛党杀佛 那么电号肯定是很高的 建议这种驾驶风格的车手 不要太把能耗放在心上 毕竟您开V6 V8的时候 肯定也不在意车子的油耗 但是001显示出来的能耗数据 其实是有问题的 就是它会把停车电号和行驶电号 做一个严格的区分 你在仪表上看到的电号 其实是行驶电号 如果您停车了 还窝在车里听歌蹦迪吹空调 那是不会影响仪表上电号数据的 但是的确会消耗大量的电量 然后影响总的续航 但如果您像我一样 上车就开车 停车就下车 那么这个能耗数据 和实际的续航表现就极度吻合了 001的第二个槽点就是这个车机 如果你开过两三年前的001 那个车机的UI 可能会让你一颗老血吐出来 不过这两年 吉利爸爸一直在努力 收购了魅族 并且迅速做出了改变 OTA无数次之后 这车机似乎也没啥难用的了 只是在很细节很角落的地方 会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布局 比如说驾驶模式的设定菜单 这个位置不难找 但是逻辑就不太好说了 软件的人际交互问题 可以通过OTA解决 但是硬件的人际交互问题 OTA就表示无可奈何了 No 我说的就是这个 瞎子版多功能方向版 如你所见 它就是这个样子 除了几个功能按键之外 其他就是黑红红的触摸版 如果你要使用这两版本 就必须配合抬头显示服用 当你按下它的时候 此时对应的功能 就会在抬头显示区域内浮现 比如调节驯航速度 或者切割调音量 我理解设计师的这种想法 他们在特定的功能中 这辆触摸版有特殊的含义 配合抬头显示 可以给大家更直观的操作指引 但是它指引了嘛 解释说明其实做的是非常少的 反而让人看到 抬头显示的标识之后 觉得摸不上头脑 为什么要在抬头显示 显示这样的符号 此外这个抬头显示 和触摸版之间 它还有延迟 这个延迟和戴蓝牙耳机 看视频的感觉是差不多的 第三个操点 就是这车没支架 目前极客001的支架方案 来自以色列的MobileR 其实路径和国内外的 其他厂商都不相同 高精力图和算力这一方面 都没有什么优势 大赶款之后 才有可用的高速和程序的NCA 头顶没激光雷达的老款001 现在就只能LCC一下 但是LCC的开启也挺烧脑的 需要双击这个按键才能启动 但是车机仪表 不会对这个有半个字的提醒 真的是急死人了 这几个槽点 可能很多001的车主都不在意 但是你看24款的001 这些问题可都改了 车机的UI改善了 方向盘是实体按键了 支架的短板也补上了 所以说这个车主不介意 但是厂家他很介意 再来聊聊极客001身上最刺激的 那就是他的二手行径 自他诞生以来 001身上就散发着浓浓的 我是好车新奇速 在车主眼中 在竞品眼中 在新车端市场都是如此 唯独到了二手市场里面 他却走出了大吉利家族的固有频率 二手行径别哭了 不管你是老款还是新款 只要是大概款之前的款 都是20万左右的价位 这么说也不对 因为只有里程 一两万公里的高配版本 才有资格卖过20万 而相当多的二手机客001 目前都是这个状况 比如我们拍节目的这台车 最顶配 一年车龄 1.5万公里都不到 以24年5月的行情来看 同款配置 新车33万 而他的二手价格 已经跌到了2398 还不满意 是吧 那你可以看一些里程超过5万公里 配置低一些单电机的车员 现在的行情只要16 7万 而那些出过事故的15万左右 也是有可能的 而就这行情 你别说当年发布的价格了 即便是和现在 26 7万的新车价格比 那也是让人不惊心疼老车主 而这样的行情 才是二手机客001 现在畅销的真正秘密 它提供了豪华的设计 大电池 大电机 以及顶级的加控表现 但是行情 已经来到了15到20万的区间 这个性价比 已经不是优秀了 简直就是不讲道理 我也试图去给这样的保值率 去找个理由 但是找来找去 似乎也只能说 吉利手里的牌太多了 新出的车型总是更加的炸裂 即客 那横起来连自己人都不放过 最后请大家点个赞 我们再来聊聊新款老款 怎么选 目前24款是 即客001诞生以来 最大的一个改款 多了制价 双腔空悬 修改了抬头写实 方向盘 车机也有一些变化 所以说如果你是个配置控 或者像五月大王一样 酷爱制价 那么新款就会让你非常的满足 买全新001 一定要做好不保值的心理建设 容易破防的人 不要买 如果你非常看中架控 喜欢激烈驾驶 那我还是建议你 用比低配新车 还要更低的预算 去买一个双电机 大电池的二手车员 而且这台车 1789还是个满配车型 音响 电动门 变色天幕 都给你配齐了